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一个每天不单治疗新闻的专业美股频道 我是市场分学员小涛 当下整个市场的一个焦点是 下一周应该说本周啦 本周三美联储会议到底最终是降息25个基点 还是降息50个基点 到现在为止其实非常的炒见啊 在美联储会议之前的前三天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最终美联储的这个决定 从历史上每一次美联储所做决策之前 市场对于美联储决策的这个预期非常非常的少 市场到现在都不知道 周五收盘的时候 市场仍然认为5050的可能性将25或者将50个基点 在我录制这期视频的时候 周一早上亚洲盘已经开盘 开盘之后市场对于降息的这个预期进行了调整 大家可以先猜一下到底是往哪一个方向去调整 在市场现在都把目光集中在美联储的传话筒 NIC身上的时候 债券市场似乎已经开始提前去做了这个准备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的内容主要就会围绕着 本周将要举行的美联储会议去展开 首先的话 我先对过去一周的走势去做一个总结 好吗 那么就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 今天内容在开始之前 还是要留给各位观众 5秒钟的点赞加留完时间 因为你们的每一个小小的点赞和短短的留言 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先快速的回顾一下过去一周整个市场的走势 美元指数横盘 两年期和十年期美债收率分别下跌了6个基点 TLT出现了小幅上涨 在一周多之前 整个市场里面或者美债市场里面 两年期和十年期美债收率的这个倒挂就已经结束 截止到周五的收盘 十年期美债收率比两年期美债收率高了7个基点 三大指数过去一周出现了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反弹 标普4% 纳指6% 倒指2.6% 伴随着VIX下跌了26% 过去一周的反弹参与度比较的高 比如罗素2000上涨了4.4% 比特币也反弹了13% 从反弹的板块去看 基本上第一周下跌比较多的一些板块 在9月份第二周就出现了比较好的一个反弹 比如说科技板块反弹了8.1 芯片板块反弹了9.3% 9月份第一周和第二周的走势已经结束 我们算是经历了一个波动非常大的过山车行情 如果把这两周全部加在一起的话 标普5%仅仅出现了一个小幅下跌 那接下去9月份的下半月 我们将会仍然迎来相对波动性比较高的两周 并且企业在接下去的两周也不能进行回购 而我们散户的情绪面大家也许不敢相信 我在第一周结束完之后做了一个调查 当时我们散户感觉到悲观的这个比例14.5% 这一个悲观的比例是在比8月份亚洲股市熔断 当时的一个悲观的情绪更加的悲观 当时感到悲观的人数只有13.5% 而在第一周结束完之后 这个比例竟然来到了14点 我有说过当时市场是非常的悲观 但是经历过上周的一个反弹之后 我们看一下感到悲观的这个比例 仅仅只有5.1% 5.1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8月份的下半月美股涨幅非常的好 当时市场的一个情绪面 或者我们散户感到悲观的人数 还有7.6% 也就是说截止到上周五的收盘 散户的一个情绪面比8月底的一个情绪面还要高 我为什么要做这一类的调查 其实单单只从这一类调查的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基本上当市场跌幅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散户的情绪面一般都是比较低 而一般都是比较低的时候 接下去一周股市通常都会出现一个反弹 相反当我们情绪面相对在比较乐观的时候 接下去市场的一个走势 往往和我们的情绪面是相反的 在周六的时候我看了一段采访 在那段采访里面 其实提醒了我一点的是 我们从一个比较高的角度去看一下 当下市场对于2025年 EPS增速的预期到底是不是过于乐观了 我们现在看到根据Factset数据 他们的预期2024年标普 把EPS的预期增速在10.2% 但是对于2025年 现在市场的预期是在15.4% 所以现在市场预期的是2025年 比起2024年的话 企业的这个margin将会越来越高 因为看一下营收的增速 上涨的幅度其实并不大 从5.1%到6%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当下市场的一个真实利率 真实利率图里蓝色这条线 真实利率的一个算法是把美联储的隔夜利率减去PCE的同比增速 当通胀利率在持续放缓的这个过程中 即使美联储不再进行加息 美联储只要把隔夜利率保持在这个高位 对于市场或者对于整个经济所造成的这个紧缩效应将会越来越大 这就是我们图里看到蓝色的这条线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面 其实美联储都已经没有进行加息 但是因为PCE通胀的这个增速放缓 所以导致蓝色这条线或者真实利率在持续上升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如果美联储不马上进行降息 甚至于降息这个速度不提高的话 那其实明年市场预期EPS增速在15% 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或者这个预期可能是过高了 截止到上周的收盘 市场仍然不知道9月份美联储到底是降25 还是降50个基点 从历史的趋势去看 这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少见 三天之前市场都不知道美联储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决定 这其实不是非常的好 为什么 因为美联储现在讲究的是一个forward guidance 基本上每一次美联储的会议 在会议之前 美联储一定要向市场去释放这个信息 不应该再去让市场去猜美联储到底会怎么做 稍后会和大家更新一下 其实周一亚洲盘开盘之后 市场对于9月份降市的预期已经做出了改变 不再是5050 但是在看市场的更新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噴波安娜旺这个团队认为 从经济学这个角度去看 美联储到底是降25 还是降50个基点更好 先来看结论 他们认为无论是从预测的一致性 还是从风险管理的这个角度去看 降息50个基点是更加正确的选择 在稍后一段文字里面 他们也提到了距离决策日如此之近这种程度 市场却存在的这个不确定性是非常的不同寻常 他说我们将看看美联储是否找到办法提前发出澄清的信息 现在美联储已经进入了一个静默契 他们怎么去找到这个方法发出澄清的这个信息 就是通过美联储的传话筒 当然在一两年前整个加息的过程之中 偶尔我们也会看到市场会去提前走位 在没有美联储成员讲话的前提下 在没有数据出来的前提下 市场会莫名其妙的去增加或者降低加息的这个预期 最后被证明市场的这个提前走位都是正确的 所以我想表达的是 即使从今天到星期三美联储会议之前 如果NIC没有释放出任何的一个信息 债券市场一定会去做出这个猜测 而债券市场做出的这个猜测 基本上就是星期三美联储所要做的这个决定 彭博他们认为如果降息25个基点 实际上是风险更高的这种选择 可能很快就会让美联储看起来像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预测者 一个糟糕的风险管理者 或者说一个语无伦次的沟通者 在上一次Jackson Ho会议报外的一个演讲里面 他其实已经非常明显的透露出 美联储现在正在优先考虑 他们职责里面不是一个是充分就业 另外一个是保持价格的稳定 而现在明显在他们的职责之中 充分就业比起通胀来说是更加的重要 而如果这一次只降息25个基点 背后的理由很可能是我们现在 比如说刚刚公布的失业率数据 其实比上个月的失业率数据是完全持平 如果看小数点后面两位的话 比上一个月的失业率还要好一点 所以起码9月份公布8月份的失业率报告 好像并不支持他们去降息50个基点 但是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或者这种思考背后更大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是永远是一个滞后 就是永远一定要等到一组不好的数据出来之后 才去做出这个反应 就是永远是滞后于数据 而不是走到数据之前 拿美联储成员Gooseby的原话去说 我们想要进行软着陆 一定要走到数据之前 一定不可能跟着数据去走 所以彭博他们认为降息50个基点 比起降25个基点的话 是一个更加好的选择 从我个人的角度去看 我以前说过这句话 我说这还是在9月份 或者8月份失业率数据公布之前 我说过如果9月份公布8月份的失业率 和8月份公布7月份的失业率是持平 甚至于比7月份的失业率还要好 在这种前提下 美联储如果仍然选择在9月份去降息50个基点的话 我会为他们鼓掌 为什么我会为他们鼓掌 首先我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其次我认为这背后代表了美联储 想要走到数据之前的这个决心 起码两三个月之前 我在视频里面一直和大家分享 我们从劳动力市场的这些数据去看 无论从哪一个数据去看 现在劳动力市场都已经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甚至于比疫情之前的水平还要差 除了大非农数据还在一个高位 然后三四周之前 对于一年多之前的大非农数据下修了整整80万 这就说明非常有可能 我们在过去几个月里面所看到的大非农数据 也会存在大幅度的下修 也就代表现在连大非农数据 其实也已经比疫情之前的水平还要差了 那么既然劳动力市场的水平已经回到疫情之前 甚至于比疫情之前还要差 美联储还有什么样的理由把隔夜率率继续保持在非常高的位置 我有看过一些支持指向25个基点背后的一些观点或者理由 其中的一个理由是我们看一下GDP的增速 现在还在一个高位 现在经济这个层面去看 好像还没有任何衰退的风险 但是我们别忘了 从美联储这个角度去看 他们从来都没有把GDP数据作为他们的目标 他们的目标从来都不是 因为今天的GDP数据仅仅只有1%或者1.5% 所以我们需要进行降息 不是的 他们当然是希望通胀的增速放缓 同时就业稳定 但是如果GDP增速可以越高就越好 GDP增速今天是2%3% 他们根本就无所谓 所以他们的一个目的不是把GDP的增速要压下来 而只是因为在他们加息的过程之中 GDP的增速放缓它是一个附带的结果 所以GDP的一个增速理论上来说 不应该成为美联储不去进行降息的一个理由 美联储的职责只有两个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 现在价格稳定已经看到了这个趋势 而充分就业已经受到了威胁 凭什么美联储还把隔夜率保持在那么高的一个位置 整个周末虽然NIC并没有释放出非常明确的信号 但是我们看到周一亚洲盘开盘之后 市场对于9月份降息的预期 降息50个基点的预期 已经从上周五的50%上升到了63% 也就是现在市场更加偏向于9月份美联储会降50个基点 在这一次的联储会议里面 除了美联储最后的这个决定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每三个月9月份的时候 美联储将会公布SEP SEP是美联储的成员 对于接下去经济数据GDP通胀 包括他们隔夜利率的一个预期 所以在这一次SEP的预测里面 也应该值得我们去关注 第一组值得我们关注的数据就是失业率 在6月份和3月份的预期里面 美联储的成员都认为 2024年失业率将最高只会去到4% 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记得在3月份的时候 当我看到美联储认为 今年失业率只会去到4%的时候 我就说过非常有可能 这是因为美联储试图想把失业率的 这一个标准设得稍微低一点 所以一旦接下去 今年在某个时间段里面 失业率去到4%以上 就可以成为美联储去降息的一个理由 而这恰恰也是在过去几个月里边 我们所看到的情况 但是并不是美联储所有的成员 都对于失业率那么的乐观 比如我们看一下 在6月份的预期里边 美联储成员对于失业率的预期 区间是在3.8至4.4 也就是说 有美联储的成员认为 2024年失业率将会去到4.4% 只是大多数的美联储成员 对于失业率可能都相对乐观了一点 所以中位数是在4% 所以在这一次SEP的预测里边 我们要关注一下 美联储成员对于失业率的预期 2024年4.0肯定要往上提 2025年现在的4.2 非常有可能也要往上提 另外一组我们需要关注的数据 就是美联储的隔夜利率 在6月份的预期里边 认为在年底的时候 隔夜利率将会去到5.1% 也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 当时市场认为 2024年美联储只会降息一次 我记得当时市场是非常的悲观 但其实事后我记得 我有和大家分享过 美联储的传话筒Nick 他其实特地写了一篇文章 去淡化了这一组数据的重要性 另外一组数据 当时也是引起了市场的一些注意 就是从长期的这个角度去看 隔夜利率将会停在哪里 上一次美联储的预期是2.8% 他们如果认为 长期隔夜利率将会停在2.8% 就意味着美联储的成员认为 中性利率已经有所提升 但是在当时的时候我说过 暂时来说我们并不需要去担心 中性利率是不是有所提升 因为中性利率不会影响到 美联储什么时候开始进行降息 也不会影响到 一开始降息的这个节奏 中性利率会影响到 最终这个隔夜利率 停到哪里 美联储会不再愿意去降息 当时市场里面 有些声音认为完了 美联储也认为 中性利率有所提升 我非常好奇 在这一次SEP的预测里面 我们看一下这2.8% 是不是会出现有所改变 我个人认为如果有所改变的话 有可能是往下 在上一期的会员视频里面 我聊了科技金融板块 底下我们一些会员观众的反馈 比较好认为 或者希望我多聊一些 和板块和个股相关的一些视频 然后在本期的会员视频 刚刚上传的一些会员视频里面 我聊了另外一个传统行业板块 这个板块增速会比较低 但是在这一个板块里面 我们找到了一个非常小的 一个高增速的板块 并且这一只个股垄断了整个行业 至于是哪一个板块 哪一个标底 这边只能先卖一个关子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考虑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 最简单的加入方法 是用PC端登录频道的主页 在频道主页的logo右手边 就可以找到加入的按钮 在今年的会员视频里面 和个股相关的视频 确实不是非常的多 但是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 我重点讲过两只个股 并且这两只个股 我到现在还是持有 一只是onholding 一只是记忆 这两只个股讲的时间点 分别都是在今年的3月份 分享个股的理由 虽然会被很多观众理解为 就是见过 我没有办法改变大家的看法 但其实我的本意是 我花非常大的一个时间 对于板块 对于个股去做一个研究 然后在视频里面和大家分享 省了大家的时间 最后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板块 感兴趣 或者对于这只个股感兴趣的话 自己可以在我 所已经给出的 这些信息的前提下 再去做一些了解 可以省了大家很多的一些时间 然后最终才去做决定 这一只个股 和我的投资组合 和我个人可以接受的风险 是不是匹配 然后再去做决定 是不是要进行买入 和指数据相比 投资个股其实非常的孤独 而且波动非常的大 非常有可能我会看到 大盘出现上涨 但是自己手里持有的个股 一直在横盘 所以需要大家对于一些个股 基本面上有非常深刻的理解 这也是我希望通过视频 可以带给大家的 就是对于个股 一些基本面上的理解和更新 最后我想回答 我们观众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他说问一下我 Nick在周末发的推到底应该怎么去解读 他还是在继续释放降息50个基点的信号 然后底下有另外一位观众说 也想知道我的看法 Nick在周末发了什么 他其实并没有释放非常明显的信号 他主要是对于从华尔街投行的角度 总结了对于PCE的预期 8月份的核心PCE 现在华尔街的预期是在0.15 更加重的是超级核心的PCE 环比增速0.2% 比上个月的0.21%还要好 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超级核心的CPI和超级核心的PCE 是两码式 因为它们背后的权重不一样 在CPI公布之后 在X账号上面有很多国外的KOL 都发了一些说8月份超级核心的CPI增速 是过去几个月的一个新高 当时我就说过 这些人可能都不知道CPI和PCE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当时我想表达一个观点 就是超级核心的CPI在高位 或者环比增速出现的一个高位 不代表超级核心的PCE 也会出现一个高位 而这一组数据出来之后 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关于这条推 Nick想释放一些什么样的信号 他主要是说 过去12个月PCE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6个月的年化 PCE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从我个人一个判断去看 这只能是我非常主观的一个判断去看 这条推 其实Nick并没有想释放任何的一些信号 那么怎么去解释 亚洲盘开盘之后 降息50个基点的这个概率出现了上升 我个人认为和Nick并没有关系 可能纯粹是市场交易的一个结果 或者市场猜测的一个结果 当然不排除美联储 有可能会向这些机构 去提前释放 或者透露 他们将会降息50个基点 如果最后Nick不释放信号的话 我们一切就以市场的猜测为准 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市场预期有50%的可能性降50个基点 为什么十年期美债收率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 我感觉债市没有这个定价 首先期货市场认为美联储有50%的可能性 现在已经不是50% 现在是63% 美联储会降息50个基点 这是交易出来的一个结果 这不是华尔街的投行 或者我们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家机构做出的这个预期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或者我们像周五看到的50% 50% 或者现在看到的63% 降息50个基点 这是用金钱交易出来的结果 然后十年期美债收率 为什么没有明显的下跌 我会把十年期美债收率和TLT 放在一起去讲 我有说过我自己的观点 如果接下去 美国经济出现一个软着陆的话 其实十年期美债收率下跌的这个幅度 或者说TLT上涨的这个幅度 我个人认为是有限的 影响到长期美债收率 最大的一个因素 是经济的这个增速 包括未来通胀的这个增速 而影响到两年期美债收率的这个结果 才是美联储降息的这个预期 也就是说美联储降息的这个预期 直接影响的是短债的这个收益率 而并不是长债的这个收益率 我不是说降息 对于十年期美债收率 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 我只是说没有非常直接的一个影响 但是如果说降息的这个预期 是因为市场对于衰退的这个担心 所导致的 那同时我们将会看到 TLT出现上涨 十年期美债收率出现下跌 这一次如果最终降息50个基点 单纯的只是因为 美联储想要走到数据之前 比如说这一次的失业率 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差 而美联储还是降息50个基点 这其实背后和经济增速的放缓 就没有太大的关系 只是美联储愿意走到市场之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降息50个基点 只会对一年期两年期的收益率出现影响 对于十年期或者长期美债收率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甚至于我再说的极端一点 如果接下去美联储的态度非常的坚定 想要走到数据之前的话 其实非常有可能还会出现 十年期美债收率出现上涨 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这背后的逻辑是 如果美联储走到了数据之前 大大增加了市场软着路的可能性 而市场如果出现软着路的话 就像我前面说的十年期美债收率 下跌的空间其实不大 或者TLT上涨的空间也不大 最后是我们的富途木木环节 9月份富途木木 为我们这个频道的观众 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 通过官网去申请的话 最多只能获得15股免费的股票 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频道的连接 开户且入金1000美金 就可以获得30股免费的股票 加上闲置资金 最高可以获得年化8.1%的回报 加拿大的观众 也有属于我们这个频道的独家福利 比如说注册 既可以享用额外30天的免费卡 同时现在入金2000 就可以获得200加币的现金权 如果只入金1000的话 同样也可以获得100加币的现金权 而在官网上的话 如果只入金1000 并没有这一档的现金奖励 通过转仓 现在还是可以获得 最高2300加币的现金奖励 或者苹果的等值礼品卡 今天这些内容就到这边 最后各位观众别忘了 留下你们感慨的点赞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